山区道路旁远景破窗 车子警报声响个不停 而车主就在一旁 原来是他一时粗心大意 不小心把自己锁在车外了 钥匙被锁在车里面这样 就是麻烦你帮我们取出来 当年初四晚间六点多 台中和平分局获报 赶到了渊嘴山步道附近 一名四十岁奖姓男子一家五口来爬山 车腰死忘在车内 被反锁在道路旁 有没有找手将 手将都没空 不过大过年的联系不上锁匠帮忙 当时天色昏暗气温奏降 他们只好请求警方帮助 到时候把车子击破的话 我们是不负责任的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热心的远景帮忙击破车窗 帮助他们一家人平安下山 如果像这样不小心将自己反锁车外 一般锁匠收费标准 也会因为距离跟过年有差异 国产车600至1500的价钱 如果距离越远价钱会越高 进口车在市区的话是2500起跳 车种不一样价钱一定不一样 所将透露距离100公里以上 价格通常会破万 而在过年期间开锁的店家通常会double收费 还是提醒民众多加注意 要使千万不要忘在车上 否则年节假期还没有结束 反倒先伤了荷包 期欲备新闻许丽凡成家贵礼 蔡影台中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